道政法师 让我换个国土 在这服饰时 一位在日本念佛的人 他是一个定目纪的工匠 他过去曾经为非作歹 也曾听过法师说法 但是他听不懂 有一次 法师在讲净土法门时 教了念南摩阿弥陀佛 这次他听懂了 回家以后 每次在定目纪的时候 他就念南摩阿弥陀佛 南摩阿弥陀佛 每敲一下钉子 就念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就这样子 在目纪的目片中 他写了一些牌具 之后有人把它收集起来 流传下来 当我在值班的夜晚里 身心疲惫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读到 他这样的诗句 他说 好极了 缩婆的种种 家业的运营 一变而为极乐的庄严 奇妙啊 难以思议 南摩阿弥陀佛 是何种的良药 南摩阿弥陀佛 是何等的仙丹 让我换个国土 在这服饰时 看起来是一些 很简单的句子 却令我深深感动 尤其这句 让我换个国土 在这服饰时 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一个纷乱的 缩婆世界 大家在学校里面 或许还没有感觉到 当我们走到医院的时候 面对生死 挣扎的场面 那是在内心 能换个国土吗 真的能够内心 换个境界 换个国土的人 那就要像他这个样子 把南摩阿弥陀佛 把佛法贯彻在他的生活当中 我们学医的人 难道不能像这一位 定木机的木匠一样 难道我们不能把佛法 一具南摩阿弥陀佛的庄严 贯彻到我们学医 行医的生活中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